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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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很休閒地來這裡 不是只是喝可樂 吃午餐 其實也有工作在身 想帶大家來到Walkingham 看一間兩房的排屋 這間房子是業主 經我們買入之後 委託我們出租 找租客和管理物業 為什麼我們去的地方 我就很熟悉 因為我們之前在半年前 跟大家介紹過 我們其實在附近 其實是對面 之前買了一間三房的單邊排屋 也出租了 也租了給一個香港的家庭來住 今天我們就看那間房子 在那間房子的對面 就是兩房 但這次我們很快地出租了 給了一個小的香港家庭來住 今天我最主要是去做一些準備功夫 還有看看裡面的房子的情況如何 好,我們來到這個Walkingham的市中心 其實我現在經常來的 但沒有帶大家去看過這個市中心的環境 所以今天來講 也想帶大家去看看這個市中心的情況 看看是怎樣 在市中心位置 其實有一個挺大的遊遊園 一個給小朋友玩的公園 你見到設備都相當不錯 其實在Walkingham來講 其實很多一些設備都說 它是一個很移居的地方 特別是給一些家庭 其實我這個市中心 其實我挺喜歡的 因為它比較有些 感覺上雖然是小鎮的市中心 但一點也不小 還有商店來說都有特色 還有周圍的環境 雖然是有些Village的感覺 但是它有些有特色的商店 還有一些比較中產的店 或者是餐廳 我們不如再走進去看看 經過這裡有個Health Club 看到嗎 而且平時我拍進去裡面 它有一個類似小商場 就是紅磚的 這個商場就不是那些Modern的商場 但是感覺上有點像 意大利小鎮的感覺 這個挺有趣的 有一個叫Out House Brewery 就是喝酒的 其實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特色的啤酒 看到它是 現在其實也挺冷的 仍然有人很悠閒地在這裡喝啤酒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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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有趣的 有些不同的啤酒可以喝 這裡有一間 會吃一些Spaghetti 或者是一些漢堡包的餐廳 然後看到有些art shop 有些剪頭髮的地方 挺特別的 而且這裡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有些像意大利 有些意大利的小鎮的感覺 你看到一些紅磚 也不是很高樓的大廈 這裡有一個卡帕 平時我拍這裡 這裡有一間泰餐 也挺好吃的 而且也挺漂亮的 因為現在大約是五點多鐘 所以看到是 即是還未開 通常這裡的餐廳都是三點至六點會關 這裡有一間咖啡店 看到人們挺有閒 坐在那裡可以喝喝咖啡 再走 再走 你會看到有圖 告訴你這間餐廳是有些什麼 中間的位置就是一個 城市 周圍也有一些高樓的商店 這間餐廳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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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概告訴你 在這個Walkingham的餐廳來說 這間餐廳不算很大 就算你住得比較外圍 你開車其實也有二十多分鐘 其實可以到的 因為現在有些店舖都開始關閉了 因為已經五點多了 這間餐廳真的有點像小鎮的風格 走前面有一個高樓的 旁邊有些小店 比較特色的小店 先走快一點 剛才看到那個圖 介紹前面這個 就是那個攤坑 下面有些挺精緻的餐廳 夏天是開放的 現在冬天 你不想出來吹西北風 雖然很多西人都不介意吹西北風 不過它做了一些很可愛的 好像這個包 我相信是膠 它未必是玻璃 透明一些 之前我去過 在檸檬市中心 都有類似這樣的設計 看到嗎 自己可以包一個箱 去裡面喝東西、吃東西 挺有特色的 挺漂亮 所以你看到一些 很屬於中產的地方 有些有特色的東西 這是飲酒的地方 飲酒的地方 後面有一間餐廳 和這個好像是城市 我們走前一點看 這個標題真的挺漂亮 算是一個地標 即是中心地標 看到嗎 我們未進去看房子的內廊之前 我們也看看房子的外景 還有周圍的環境 這間屋 其實我覺得 很有機會是六、七十年代左右的排屋 看到其實都挺方方正正的 還有來說 譬如這間屋前面有一個前院 前院也做了一些圓藝 也挺漂亮的 隔壁也有不同特色的圓藝 就是鑊石 我可以看看周圍的環境 其實環境也相當不錯 但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沒有停車 沒有停車 所以要停車 所以要停車 雖然是這樣 其實兩邊也沒有限制 所以挺容易找到停車 剛才我說的 我們之前 我們另一間屋是出租了 就是這間屋 現在我們就看完周圍的環境 我們不如也進去看看角內廊 我們進來這間屋裡 首先我們先看看門 其實這個門 也是一個很英俊的 Triple Locking Security Door 我之前也說 這間門比較貴一點 也是保安比較好 進來的是懸關位置 這裏其實比較細一點 旁邊有一個暖爐的裏面 也是很經典的 有了深灰色 這間屋其實來說 之前的業主是一個葡萄牙人 他比較鍾情深色 所以整間屋來說 也會比較深色一點 我們先看看廳 廳來說其實也挺大的 起碼有八三四尺 也有的 你看到是柑橄綠色的顏色 也挺漂亮的 而且地上鋪了 深啡色的實木地板 那種感覺也很經典的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窗 也有一個暖板 其實擺姦絲也相對容易 這邊可以擺桌子 這邊可以擺桌子 這邊可以擺放電視機 還有你看到 也有一個 Fly Place 這個Fly Place 其實是一個 Gast Fry Place 但我們就已經 Discolnect了它 因為始終出租物業來說 是不太適合的 我們再走進去 就是這個飯廳位置 在飯廳位置來說 尺寸也不錯 超過一百尺 其實很容易擺 可能這裡擺一個 六至八人的餐桌也沒問題 這邊 這邊很經典 樓梯底下 可能就有一個 Fly Place 還有一些 Gast 或是Meter Reading 那這裡 整個感覺來說 這個Decoration 其實都有些味道 之前我們都出租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查詢 其中一個 Potential 的Tenant 很喜歡這間屋的 Interior Design 或者Decoration 都很喜歡 廚房 其實廚房 廚房 廚房 下面全部都鋪了 這個磚 都是一些深灰色的磚 很貫徹業主 那些 他喜歡的 深色的愛好 你看到 這裡 有一個 挺有經典的 廚房 櫃房 是灰色 有些黑色的掌握 有些少許 綠色 其實感覺上挺漂亮的 我覺得 襯法真的不錯 你看到這裡的磚 他很喜歡用藍色 有些藍白色的感覺 整個家裏的設計 都很貫穿 有少許葡萄牙的風格 因為之前的業主 是葡萄牙人 這裡 這裡有一個 河粉 其實河粉 我換了 新的 因為之前的河粉 壞了 所以我們都幫他換了 新的河粉 還有這個就是 Gas Hope 上面也有一個 Extrater Fan 這邊就是有一個雪櫃 雪櫃 下面是 Freezer 這裡有一個 燙櫃 這個燙櫃 其實挺好 擺罐頭 或者公仔麵 我家裡也有一個類似 我覺得挺好用 這邊有更多的 Storage 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廚房 貫切到這邊 這邊就像一個 工廠房間一樣 洗衣機 和乾衣機 一起在這裡 再進來這裡 就是玻璃屋 一個延伸的位置 這個延伸 其實也有 百四五呎 都有的 下面就鋪了 磚 這裡可以從這裡 從廚房進來這裡 又或者 在Darling Area 也可以進來這裡 所以空間感 都相當不錯 還有 如果有小朋友 都可以在這裡 走來走去 感覺上是不錯的 接著我們出花園 打開這個French Store 兩邊開的French Store 其實這個玻璃屋 全部都是玻璃 透光度比較好 花園 大概是 不算很大的 大概是二百多三百尺 大概是二百多三百尺 它做了一些 decking 就是戶外木 都挺方便打理 你看到兩邊做了花槽 這邊的花槽挺有趣 做了一些石 做了一棵樹仔 這裡有一棵樹仔 也挺大 這棵樹仔 也有六十多七十尺 可以放一些工具 或者一些雜物 都很好 這裡有一棵樹 挺有趣 我覺得這個花園挺可愛的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放一些戶外傢俱 或者朋友來BBQ 都算是挺好用的 樓梯上鋪了地毯 這個是淺灰色地毯 兩邊也是油了深灰色的油 下面是油白色的 都挺型格的 我們上去 就是Landing位 Landing位 Landing位就不太大 Landing位和兩間睡房 都是做了這個Lemonade Floor 是淺灰色的Lemonade Floor 相對來說是比較modern 主人房的尺寸相當之不小 起碼有180尺 其實之前我們這個區 另外一間屋 其實它就是三房 依照它的間隔 其實我相信 就將這間房 就將它間隔了兩間房 其實絕對是很可能的 可以在這裏 因為有兩個窗 可能隔一間大概是70尺 另外一間是90尺 相對來選擇三間 都是一個尺寸不錯的房間 我們看看這間房間 其實貫徹這個 很喜歡深色的前業主角的色調 整間屋都是油了深藍色的 而且連窗簾布也是 窗簾布的質素挺漂亮的 都是深藍色的 另外一個導體是這間屋 而且它的燈都挺漂亮的 挺有格調的 整間屋其實是有歐洲味道的 在窗簾上看到 窗簾是挺新的 在這裏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東西的位置 之前它沒有這個棍子 我覺得不如不要浪費了一個洞 所以我們後來就叫師傅 幫我們加了一個棍子 可以掛一下衣服 下面可以放一個小櫃子 很不錯 第二間房間的尺寸也不錯 第二間房間的尺寸也不錯 第二間房間的尺寸也差不多有100呎 它跟旁邊一樣 有一個挺漂亮的攝影燈 這裡也有些儲物的地方 其實之前呢 之前呢 它就這裏沒有門的 我們後來也是 後來加回這扇門 下去了 這個就是一些掛的位置 這裡就有些位置 可以是層架可以放在衣服的 這裡有另外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浴缸在裡面 這裏是舊式的 這裏是舊式的 然後呢 我們進來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你看到 顏色也挺特別的 是鮮橙色 再配灰色和白色 都可以說是 早上起床看到 挺醒神的 我們進來 這個洗手間 其實它不算很大 六十多尺左右 雖然麻雀衰少 但是算是五臟俱全的 一個都算是很 modern 的廁所 也有一個 也是一個比較 classic 少少的洗手盆 還有一些櫃可以放一些清潔劑 這邊呢 就是有浴缸 那浴缸呢 上面有個 這個是一個 digital 花灑來的 我之前也介紹過 也不便宜的 整一個都要差不多 八百多磅 這邊是有些 本來之前有些膠 都是有點老化 我們也重新設計 整個 這個呢 也有一個玻璃的 鏡櫃 因為之前 這個是後來加進去的 因為之前 我們覺得 這個沒有鏡 其實就不太方便 在這個後面 其實就有一個櫃 你看到 這個櫃就沒有鏡 而且在後面 我就覺得 不太方便用 如果加了一些櫃 其實可以放一些牙刷 或者是一些化妝品 我覺得很方便 今天呢 這間屋就看完了 剛才大家就看了那間兩房的排屋 你覺得那間屋怎樣呢 其實來說 那間屋其實我也挺喜歡的 有一些不少優點的 那以兩房來說 首先來說 它的廳 還有那個飯廳 其實都算是挺大的 擺傢俬都相對容易 還有它後面 在廚房後面的位置 也是做了一個延長 也增加了使用空間 還有 譬如花園 其實也不用怎麼打理 但是旁邊也有一些很漂亮的樹 種了 還有樓上呢 兩間房就非常之大了 特別是主人房 就有差不多 接近180呎 變成你其實擺一張床之後 其實你 在周圍很多位置 還可以走來走去 另外來說呢 也想說一下 就是那個室內的設計 剛才那間屋 其實你可能會發覺 那麼多很深的顏色 有些人就覺得 好像很深 很沉 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歡 其實這幾年也想說一下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種很深色的設計 譬如是 我們說很波的顏色 一些深藍 深綠 深灰 另外一端 另外一些設計 可能是全白的 很minimum 這樣 其實這幾年都很流行 遮掩這些color tone 剛才那間屋 其實業主就是一個葡萄牙人 所以你其實隱約都看到一些 好像一些葡萄牙人的風格 其實這間屋的設計 其實我都可以說 很多新人都比較喜歡 特別我其實 之前出租這間屋的時候 本來有一對德國人 其實就很鍾情這間屋 因為就是主要喜歡它裏面的設計 其實有些少許是 譬如是廚房 有些少許是country look 雖然country 但都算是一些modern的country style 喜不喜歡用這個色調 就是很見仁見智 亦都是很過人 其實我有個網站 都想跟大家推介一下 我平時很喜歡看那個網站裏面的照片 那個網站叫做HOUZZ House 其實這個網站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 例如architect 或者一些室內設計師 就會上載一些 例如一些project的相片 做廣告 但是它有很多相片 可以分不同的room 例如有客廳、飯廳、廁所、廁所 如果大家打算裝修或更新 可以看這個網站 可以偷偷 其實Wookingham區 相對來說是一個很容易出租的城市 因為平均的人工很高 而且近年來講也挺貴 我覺得今年和上年價錢有少許不同 剛才這間屋 雖然是剛剛收樓 是念頭 其實是上年買 我發覺現在來講 我的價錢好像升了少許 那時候買 大概四個月前買 大概是不用360K 現在我們出租的價錢 大約是1550英鎊一個月 租了 回報率都不錯的 都有5厘左右 我相信業主也滿意 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觀眾 也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英私的影片 OK 謝謝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瞭解更多的資訊 去瞭解更多的資訊 去瞭解更多的資訊